最近福特的新车Bronco Sport非常受关注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款硬派SUV Bronco Sport和国内的锐计为同平台车型 但相比于锐计 该车明显要硬朗的多 而且其未来国产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 此前我们也曾给大家介绍过Bronco Sport的五尾叠照 而最近该车的内饰也被曝光 渐冷渐脚的造型不但硬朗而且可爱 三幅式的平底方向盘 悬浮式的液晶大屏幕 尤其是中控台的正中央 层次丰富 造型非常特殊 另外 该车还使用了旋钮式的换挡机构 整体的视觉效果应该是目前福特的SUV当中相当帅的 其实Bronco Sport的外观也非常的讨喜 方方正正的造型和新一代的路虎卫视颇有几分相似 车头上复古的圆灯配合Bronco的标志 再加上车身侧面和尾部比较特殊的造型 让这台福特的SUV和同门的车型风格迥异 动力上 新车会将搭载1.5T和2.0T两种发动机 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 并且有四驱系统可选 由于该车尺寸并不是很大 如果它的价格能够和锐记相仿 那么将来它一旦国产 可能会成为福特的翻身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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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